的樣貌 影像內清晰可以看到 土石已經明顯的滑落跡象 相關單位甚至還在周圍 又圍起了紐澤西的護欄 這一幕畫面 也在網路上瘋傳 遭民眾質疑 當時根本是治標不治本 軍事狂砸 一塊雨豪炸 山壁崩潔 正片向下噴 休憩車嚇壞 及退後狂逃 趕快跑 趕快跑 山崩第一時間 多視角畫面曝光 雙載機車驚險逃命 只差一秒被壓死 貨車前後包夾 連人帶車遭巨石推下邊坡 後方車行車進入器 拍下恐怖瞬間 整輛車360度四輪狂煩 車內血氣斑斑 哇 超過超過 基隆北寧路3號驚天一崩 回車砸人斷路 但最令人擔心的 是山壁崩潰點下方的 中油除油槽 公渝船加油用 好在管線旁 只有幾顆小碎石 若被砸中控量大爆炸 將引爆災難性大火 一塊小石頭 砸到旁邊的小油桶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把油抽走 中油公司派員 除了以太空包包覆油槽 避免二度崩山衝擊 伺候也派員 抽取聖意 防災防污染 只是北寧路離譜山崩 竟不是首次 2013年8月 同地點也走山 據時砸毀兩車 害兩人受傷 如今再度山崩 遭質疑防護措施 設置不良 在高角度的 這個山崩地質地滑的敏感區 因為今年有地震 再加上年年來的風化 然後雨水一路盛 形成覆轍型的滑動的破壞 更有眼鏡網友 以Google Map搜尋 找到2023年4月的影像 當時北寧路山崩處 明顯已經有滑落跡象 相關單位也早早圍起 紐澤西護欄 但治標不治本 山坡地扛不住 風化豪雨倾泻而下 應該針對人工邊坡 進行建黨 相當於人的身分證 在進行快篩 定期去維護 及航照的判事 比較能夠大幅降低風險 由於山崩處 屬於逆向斜礁坡坍塌 過去山體植被茂密 難發現裂縫較不好預防 山遺欲豪雨風化又風 相關單位若不想辦法 加強防護 只怕下回驚悚意外 只會再度上演 建議員採山藏寶